看点现代人工作忙 生活节奏快 成日不是忙于应付领导同事 就是操心儿女的老人 恨不得化成一颗颗陀螺 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知疲惫地转着 我们每个人都被滚滚的洪流推着向前 在这喧嚣的红尘俗世中 拥拥碌碌碌地活着 当你满手于岸前时 何不抽出一点时间 抬头望向星空 在舒朗的夜空中 那星星点点的微弱光芒 是否能给你以宁静的力量呢 这样子FM出品值班主部 杨诚晚报记者江雪原在城市生活 我没有走夜路的习惯 因为笨而胆小 月光辉煌里游子迷迷糊糊 过马路更是东张西望 紧张得不行 上周五工作忙到很晚 下地铁已是十点多了 从地铁到家要走十五分钟 这段路有点荒凉 一边是马路 一边是拆迁后的狼藉 野草丛生里幽静的吓人 总觉得有什么隐藏在哪里 路灯很密 昏暗的光聚集起来 夜不黑 却是混混沌沌的 像眼前照了一层纱 扯又扯不掉 真烦人 幸好是夏季 七七叔叔有三两晚归的人 虽是低着头急急往家赶 但我胆战心惊的怕因此缓和了两分 我一低头急走 忽然竟窜到面前一只小狗 大惊师刺下急急往后退 心砰砰跳得厉害 然后就听到了一声呵斥 一对中年夫妻站在了我面前 他们关切的向我询问和道歉 原来天热睡不着 他们在六八呢 我紧张的心弦放下来 漠然一抬头 远处楼群灯火辉煌 灰 苍苍的天幕上 镜香着几点钻石石的小星星 有多久没看到星星了 星辉和月光如今是稀罕物 很多时候是没那份闲情了 即使偶然萌发一点点 城市的灯光比日月星辰都稠密 心中弥漫的湿力也暗淡了下去 况且我们习惯了低头 匆忙赶路或依赖心地 不由自主地摆弄手机 我们早已遗忘了抬头仰望着姿势 星空的眉原软地淡淡地在记忆中 模糊成寒天里 咄咄嗦嗦拍出来的一张照片 望着沉沉的天幕 数起来一颗两颗三颗 我又惊又喜 想起新气急的西江月夜行黄沙岛中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词词 边走边背 明月别知景雪 清风半夜明禅 大花香里说风年 听曲八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于山前 九十毛殿设林边 路转西桥呼见 阿乐泰的李娟说 走夜路 请放声歌唱 真的如此 伴着星星和宋词 后边的路我走得很轻盈 忘记了怕 我一直是个胆小的人 但过去我生活在乡村 没少走夜路 那时没有路灯 而星辉便是天空赐予我们的光亮 一点不觉得怕 从小学三年级时 我们就到学校上早图 学校在另一个村庄 要经过长城的庄稼地才能到 林家姐姐勤快 每次都挤得很走 喊胡同里的小伙伴去学校 月亮挂在天上 星星眨着着眼 我们沐浴着星辉走在乡间小路上 大声聊天唱歌贝克文 嘻嘻哈哈 一路撒满笑声 有时 我们还会做一个古老的游戏 跟着月亮星星走 我们走 月亮星星也走 我们停 他们也停 月亮星星和我们真亲近 好玩极了 中学以后 我没有选择住校 学校在镇上 宇家相聚二里地 常常是头顶星星出门 踏着月色回家 非常美 非常快乐 游记得出一时 学校的一位老师下了碗自习和我们一同回家 寂静的百游马路 偶尔一辆车刷一下开过去 又留下长长的寂静 老师抬头看看 一轮浩月正当空 说我教你们唱歌吧 说着就唱起来 河山只在我梦名祖国 以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 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长江 长城黄山 黄河在我胸中中千金 美不论何时 不论和地心中一样心 老师的歌声回荡在夜色里 那是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 多年后 当我在一江街头听到这首中国心时 心里一阵 眼前浮现出月亮的浩蓝和星星的光辉 沙翁说 我们的生活可以远离尘销 森林中有树木窃窃私语 流淌不息的小溪四万卷书籍 神的教会寓与鲁庞之时 世界万物皆蕴含着启笛 真的能远离尘销吗 苏罗也只是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 何况我们这些繁复俗子 红尘万丈 千万太多 最近再多得富卢花的自然与人生 开篇便是面对自然五分钟 远离尘销如梦想在云端 我们总可以借鉴一下得富卢花 面对星空五分钟 也是很美丽事 劳累的一天 推开阳台的门 让自己静静的待一会儿 七八个星天外 原来是一个浩瀚的世界 来源阳城晚报 2018年7月1日 A10版图片 视觉中国作者耿念局编辑 侯苏同实习生让自己静静待会 你会从宁静中得到力量 同意请点一下吧